HELLO,大家好,我是SEN 今天跟大家講講澳門的保險業 在澳門保險業給人的印象是真的一般的 為什麼會這樣呢? 保險其實是在賣什麼? 他們的產品是不是真的那麼安全可靠 完全沒有風險呢? 我們今天就來講一講保險 保險就是為你自身買一個保障 當你出事的時候 用最少的金錢去貢獲一個最大的回報 聽起來是一個非常好的產品 為什麼這麼多人對保險這個行業這麼排斥呢? 首先我們講講保險的一些套路 不知道你有沒有感受過 突然間身邊有一部分的朋友是 我一拉做了保險的 然後他就會向你推銷一些保單 當你是一個剛入社會的人 你可能需要一份保障、一份儲蓄 而剛好向你推銷的是你的朋友 覺得相對來說是比較可靠的 然後你就跟他買了 之後最大機會出現這個情況 就是你的朋友可能就會跟你說他不做了 然後你的單就變成了一張孤兒單 到最後你就可能沒有了這個朋友 有些會經常問候你 問你要不要出來喝杯東西 然後一段時間之後 你可能又沒有了這個朋友 那你可能會想 他可能會跟我比較熟 所以才銷售我 但你發現你為什麼身邊的所有人 都全部被他銷售了 因為保險上班的第一件事 就是叫你通知你的朋友 以及你的家人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保險給人的印象就比較差 最好就跟自己的朋友 以及家人入手 那當他們可能一段時間之後 全部都已經銷售了 無從入手的時候 可能就要出去 cold call 或者其他去做一些問卷 不是的話就沒有其他客源了 就很快被淘汰了 但一方面做得好的 是真的不是有太多的 所以大部分人可能都會選擇離職 然後我發一條訊息給你 阿Sam 我不做了 有什麼就找我同事 另外一個情況就是 有想做保險的人 是想賺自己的那份佣金 跟地產一樣 幫別人買和幫自己買 都是有一份的佣金 那發電商給你 或者給你 其實都是一樣 所以有些人可能會為了我繁勇 然後又或者想順便學習 而進行 完全是沒有想過長做的 最後還有一種就是 保險公司跟你畫一個蘋果 或一個大餅 那我就跟你說一些心靈計劃 每個人通過自己的努力 都可以成為一個社會精英 實現財富自由 財富自由都是我們聽得最多的 那其實我想問你們一句 你們覺得財富自由的定義是什麼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 不定這樣跟弟弟 然後我跟你說一些很遠大的目標 可以發展自己的團隊 增加一些自動盜合的朋友 從而達上人生巔峰 那說白一點 保險就是一個拉人頭的遊戲 一開始的團隊可能有四五十個人 可能過了一段時間 只剩下四五個人 是一點都不奇怪的 因為留下的那些就是 跑倒數的 即是我們經常說的 百萬元長 那篩走了一部分的人之後呢 留下的那些就會開始接觸一些 一些金融、股票和風險投資的一些產品 他們的慣用手法就是 逐層、逐層、逐層 首先就會跟你推銷一些 可能是一些養殖金 跟著就可能推銷一些 人壽、保單 最後就會推銷一些投資產品 那我就跟你說 多少些回報 多久呢 你都可以好像我這樣 實現財富自由 那我們打開朋友圈 或者Facebook 都經常見到一些保險的朋友在那裏 買樓又貴又要給管理費 又多東西跟 買樓不如買基金投資 穩定高回報 還有專人幫你打理 那澳門人 大家都去澳門人 澳門人最喜歡的就是 排錢 所以我們聽到最多的都是一些 派息基金 什麼安聯啊 富蘭啊 每個月派息穩定7-10厘的回報 而且他真的沒有騙你 是真的7-10厘回報 是穩定每一年 派7-10厘回報給你的 很多時候他沒有跟你說的就是 那當他7厘回報吧 如果他今年經濟差了 他的回報率有所下降 可能只剩下2厘 那他就會在你本金拿5厘 出來加上2厘 集齊7厘一起派給你的 你沒有聽錯 是拿你的錢派給你 還有這些情況是合法的 也都會在一些條文上面標明 雖然他有寫明 但是不是每個人都會 也都不會每個人都會看 只要他不跟你說 可能很多人買完之後 都不清楚 裡面的一些細節 所以隨時就會虧價虧息 那當中就有包括一些管理費 托管費 一些交易費 都是一筆不少的費用 那當你投資100萬 當中大概有2%是管理費 一年2%就要接近2萬元 那除非每個月管理費的支出 大概是1500元左右 還有當中大家都可以看到 不是真的 一些保險經紀所說的 是完全沒有風險 只要你做投資 他跟你說沒有風險 都是騙的 所以其實是這樣 我覺得我自己有不錢 我不如下去買一些指數型基金 還相對穩陣管理費 還有各個交易費 都相對來說是比較少的 那最關鍵的一件事就是 我投資 我自己研究 畢竟錢這件事 不離開自己的錢包會好些 那最近跟大家說說 保險最近在玩些什麼 他們最近在玩融資投資 他就會標榜著 這個投資組合的年回報率 大概是8厘的 那現在大家都知道 銀行的息口這麼低 你不如去按了層樓 然後拿一筆錢 來買我這個投資組合 當他銀行有2厘 那我這個投資組合 是有8厘的 8厘減去2厘 連回報率都有6厘 當他一年是 你投資一個300萬 連回報率都有15萬 那你除非每個月 都有15000元的一個被動收入 如果你層樓 銀行不借不要緊 我幫你做擔保 我借給你 如果你是不清楚一些條款 各方面的情況 你買了 那就麻煩了 因為你不知道 他會拿你那筆錢 去做一個什麼的投資 那他可能會拿你那筆錢 去做一些高風險 高槓桿的一些項目 隨時是真的拿到沒有 因為有很多保險 真的很古怪 他對著我們都可以說 一些基金完全沒有風險 那我不知道他是不是 說我生得年輕 那個樣子比較容易騙 那當然 然後更多的情況 他們不是找我銷售保單 他更多的是銷售前景 保險的前景有多好 晉升的機會有多大 這個是我聽得最多的 說到尾 保險到底有沒有用呢 保險存在了這麼多年 是有原因的 因為他真的有用 你用最少的錢 去換取一個最大的保障 大家可能沒有經歷過 當你發生一些重大事故 需要用錢的時候 保險是真的非常之有用 那所以我本人都不排斥保險 還有那些什麼佣金 管理費那些 我都是沒什麼所謂的 因為其實你出去吃東西 都要給服務費 那如果你把筆錢是打理得好的 這筆錢我覺得是值得你賺 那還有我上面說到的一些 排斥基金 還有一些風險投資 其實都是可行的 前提建基於你找到一個做得事 還有為你著想的經理 那希望這個視頻對大家有用 可以避開一些投資陷阱 因為最近真的很多按鈕投資 那希望大家在做每一個投資之前 都行為自己的風險 我都說下一個浪潮來著 那最後會發展成什麼 沒人知道的 那最後希望各位老闆 裁員講盡 那很興奮的視頻就到這裡 那最近真的很多事情處理 斷根了很多次 那之後會有我們的更片 各位我阿SAM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大家不要把保單給我